民国时期,南方一个地方的镇子上出了个货郎叫李小渝 虽说货郎走山多于鬼事 但这李小渝仗着从一个游方道士身上学来的皮毛法术 日日行在山中浑然不惧 这一日,李小渝走在山中 刚犯了半个担子的小货,生意好得紧 眼看着太阳降落,天色昏黄 便急匆匆的挑着竹弹往山下走去 走到一个山剑旁 突然无端的起了一阵风沙,迷住人眼 待李小渝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眼前灰呼呼的一大片 他以为眼睛打了灰尘 急忙从腰上解下水桶 抹了些水润眼睛 再睁开眼睛 果然事物清晰了一些 却依然灰蒙蒙 摇摇牙,李小渝折了一根枯枝 一手按着担子 一手用枯枝打着路面 不敢停留,往前走去 常言说,事出异常必有妖 这无端起的风沙盖住了原本暖暖的日道 李小渝 李小渝心惊 想睁开眼 风沙又打来眼睫 无奈 洞子中 先前走路的时候采的泥 原来是一坨坨刚挖出的心泥 而刨去了泥的小路 弯弯曲曲四通八达 有的顺着岩壁蜿蜒而上 有的只留了一个斜斜的口 如第三尺 乙道 李小渝突然想起这种奇异的住屋构造 他小时候捉过蚂蚁细耍 翻开大草皮 那时的乙道 与如今自己身临其境的乙道 何其相似 不同的是 自己面前的这乙道 何其的大 乙道大 那蚂蚁窝有多大 蚂蚁又有多大 李小渝头皮发麻起来 急忙望向四周 瞧见远处有一方亮光 定了定神 迈开大步半去 这是身后一种诡异的摩擦声 不断响起 一声接着一声 李小渝转头看去 吓得肝胆剧烈 一大队如牛犊身子大小的黄头蚂蚁 正顶着两个大恶脚 向他快速爬来 李小渝来不及挣扎 整个身子被一只蚂蚁夹起 往蚁道深处爬去 李小渝只觉得自己腰身被刮得极疼 一圈鲜血渗出了身上的蚂蚁 那蚂蚁似是极为兴奋 不断发出诡异的肚皮摩擦声 李小渝挣扎几下 昏了过去 等他再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已经被扔在一大间密室中 他的身边还堆落着许多动物尸体 碎骨 甚至半截人尸 一个肥胖至极的妇人 见着他醒来 回过头恶狠狠地瞪着他 李小渝心惊 急忙往旁边摸去 摸到一些肠骨 急忙横在身前 胖妇人咧着嘴笑道 哈哈哈哈 今日吃腿 明日吃两只手 后日吃身子 大后日嚼碎头 李小渝顾不得 将手中肠骨就扔了过去 胖妇人咧嘴一笑 那肠骨打在他身上 如同一卵击石 立马碎了去 莫要费力气了 我堂堂以后 会怕你个人类不成 胖妇人扭动了一下 臃肿的身子 走了过来 将脸贴近李小渝 李小渝呼绝一阵恶臭 想避 就又避不开 那胖妇人扭着身子走开 罢了 刚吃过食 晚些再来吃你 李小渝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着发 他记得小时候 这蚂蚁最怕的东西 便是大蒜 哪怕放一小丁点 在蚁道上 蚂蚁见着他 也会急忙爬开 李小渝急忙回神看去 幸好他的货弹 也被扔在了这里 他悄悄挪着身子 靠近摔在一边的货弹 从货弹里掏出几头极大的蒜 以往饭货 这大蒜并非多紧巧 岂料不到 今日怕是要救了自己一命 李小渝将大蒜塞进嘴里 大口嚼着 呛得舌头都打哆嗦 嗯 什么味儿 胖妇人回头盯着李小渝 李小渝从嘴里喷出大蒜 那胖妇人见状果然大惊 急忙往后退去 李小渝急忙抄起货弹 一路往外跑 他知道蚁道 再如何分岔 也必有一条主干道 陆遇许多蚂蚁 李小渝张嘴便喷出大蒜 蚂蚁急忙退避三射 不知跑了多久 李小渝跑到先前进来的泥路 沿着那一方光亮 终于逃出这诡异的蚂蚁窝 李小渝心有余悸 往后走山饭货种 货弹里 总会放着 宜挂大蒜 一路往后